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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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发马特爱的兄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停降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着跳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只在看热闹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何学观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答案却太少 几番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植物条捂上了腰 科学不会睡懒觉 宇宇宙之王 宇宙之王 而且思路很大胆 想了别人不该想的事情 咦 爸爸在干嘛呢 这么专心去治的 对了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神秘的宝物 我一定要看看 爸爸 你这么认真的样子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宝物啊 还是你又有什么重要的发明了 嗨 哪有啊 老爸要是有什么重要发现 能不在第一时间告诉你吗 一定是有秘密 爸爸你就告诉我吧 我一定帮你保守秘密 唉 真拿你没办法呀 好 那老爸我就告诉你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 我就是在看一本关于霍金的书 霍金 我不太懂 这是一个人名吗 对啊 霍金啊 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 啊 真的吗 那太好了 爸爸你就给我讲一讲霍金的故事吧 都这么晚了 我看你还是先去休息吧 明天啊 老爸再给你讲啊 不嘛 爸爸你现在就给我讲吧 讲完了我就去休息 谢谢 那好吧 老爸就给你讲一讲霍金的故事 好了爸爸 你快讲吧 好好好 这就开始啊 哈哈哈 史蒂生威廉霍金 英国建台大学应用数学 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 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 是当今享有国际圣域的伟人之一 被称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 还被称为宇宙之王 70年代他与彭罗斯一起证明了著名的基性定理 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 他因此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 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嘿 讲故事怎么不叫我啊 你们是在讲霍金吗 宝贝 霍金我最了解了 还是让我跟你讲吧 你老爸虽然讲的不错 但是还是有些疏漏的 什么 怎么会有疏漏呢 我的资料可是很全的 那我就给你补充一下吧 霍金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 还提出了宇宙大爆炸自机的 时间由此刻开始 黑洞最终会蒸发 嗨原来是这个呀 刚才我本来想说的 谁知道被你给打断了 错了就是错了 总之你讲故事就是不如我 我怎么会不如你呢 好了好了小书签 我想去看看霍金 你带我去吧 这没问题 谁让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科学百科全书的原配书签呢 好了走吧 走吧 宝贝你看那边那个人他就是霍金 宝贝呀 霍金小时候身体还是很好的 可是在1963年 也就是霍金21岁的时候 他不幸患上会是肌肉萎缩的卢迦雷势症 只剩下两根手指可以活动了 这是什么病啊 儒家雷势症全称叫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 是一种运动神经原疾病 是无法治愈而且致命的病 病人常在病后三至五年内死亡 啊 但是霍金却坚强的活了下来 不过他之后数十年的时间里 他逐渐全身瘫痪 并且失去了说话能力 太可怜了 难道没有人能治好他吗 嗨 这种病能保住生命就算是奇迹了 嗯 他实在是太可怜了 虽然霍金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学业 他病得这么严重还能上学吗 能啊 霍金虽然面对着这么严重的语言和身体障碍 但是他却更加的努力了 而且他在二十岁时就已经成为剑桥大学的研究生了 是吗 那快带我去看看 我都等不及了 干嘛这么着急啊 每次都这样 宝贝你看 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就是霍金 目前霍金正在研究的问题是飞动附近的量子效应 不久之后他的研究方向就转向量子引力论 哇 好深奥啊 又是黑洞又是量子的 我完全搞不到 哦 宝贝你知道吗 霍金这个研究啊 完全是出于他对宇宙的吃鱼 他常常被别人说宇宙空间是非常奇妙的世界 是啊 我也经常从望远镜里看天空 那里实在是太美了 嗯 那里不仅美丽 而且还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吸引着所有喜欢外太空为之领域的学者不断去探索 霍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解开宇宙诞生之时的奥秘 哦 什么奥秘啊 按照霍金的量子力学理论 宇宙诞生是大爆炸产生的 是一个必要的无线条 却具有超大动力的物质爆炸后的产物 啊 大爆炸 是啊 霍金将量子力学应用于解释黑洞现象 但是 在之后的三十年中 用量子力学解释整个宇宙 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 霍金认为 要找到一套 可以完美解释整个宇宙现象的理论 来说明137年前诞生 直到现在的宇宙 就必须有一套 可以描述小规模重力的理论才行 哎呀 小树翘 这些太复杂了 有没有简单点的呀 有啊 宝贝你知道吗 童年时的霍金学习成绩并不突出 但是他喜欢设计各种各样复杂的玩具 据说他还曾经做出过一台简单的电脑呢 真的吗 小树翘快带我去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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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的答案 吧 啊 啊 一 啊 quoi 啊 霍金为了做这台电脑,连课都不想上了,她的母亲可没少批评她。 没想到霍金也是个贪玩的小孩嘛。 对呀,天底下就没有哪个孩子玩玩的。 小树枪,你说霍金小时候那么爱玩,可是现在却只能坐在轮椅上,他的心情一定特别不好。 没错,不过说来也怪,在幻变之前,霍金的科学成就不是很多,可是在他坐上轮椅之后,他的辉煌和成就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我知道,这是因为霍金比之前更努力了,所以他才变得更厉害了,对吧? 这次你倒是说得很对,走,咱们再去看看他吧。 好。 小树枪,霍金现在不能说话也不能动,我要是想跟他说话怎么办呢? 这个好办,不是有我在的吗? 你想问什么,我来替他回答,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你行吗? 我不行,开玩笑,我是谁呀?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科学百科全说的原配书签。 你又来了? 老妹你知道吗? 霍金的身体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因为他的贡献,是在他被卢加雷势病禁锢在轮椅上几十年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是真正空前的。 是啊,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嗯,虽然霍金现在失去了常人说话和活动的能力,但他却超越了所有物理理论,而进入了创造宇宙的几何之五的境界。 几何之五?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说,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同时期的各种学说,尽管他的身体不能动,但是思想已经遨游到了广袤的时空,去解开了宇宙之谜。 霍金真的是太棒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 宝贝,你看,霍金只能借助这种翻书页的机器来看书。 嗯,我看得出来他很吃力。 是啊,他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抬起头来,像蚕吃桑叶一样,毒液,毒液的阅读。 跟他比起来,我真是太幸福了。 宝贝啊,据我对霍金的了解,霍金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物理天才,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他是一个令人蛰伏的生活强者。 爸爸,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他实在是太伟大了。 是啊,霍金不断追求的科学精神和勇敢顽强的人格力量,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知道他的人。 所以他被世人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 另一个爱因斯特,不折不扣的生活强者,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人。 爸爸,如果不是我今天亲眼见到,我都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这么顽强的人。 宝贝,你知道吗? 1988年,霍金在近乎全身瘫痪不能发音的时候,出版了《时间简史》。 这本书是霍金的代表作,也是全球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里,霍金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展开了一场非凡的时空之旅。 啊,真的吗?我好想去看看呀。 哈哈,那你就让小树签带你去看看吧。 好,那我走了,爸爸再见。 小树签,爸爸说的那本《时间简史》,写的到底是什么呀? 《时间简史》讲的是宇宙从大爆炸到黑洞的历史。 《宙大爆炸》?那是不是就是你之前说的宇宙诞生的秘密? 差不多吧。 嗯,太好了,我想知道关于宇宙的一切。 嗯,这个嘛,那我就带你到宇宙中看一看吧。 嗯,太棒了,我们现在就走。 哇,这就是宇宙吗?实在是太美了。 咳咳咳,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 下面我将简要地为你讲述一下宇宙的知识。 快点开始吧。 好,宝贝,其实在一开始,我们人类是根本不了解这个宇宙的。 在我们认识地球之前,人们把地球想象称为一个屏幕,而我们呢,都生活在这个大屏面上。 不对,地球不是圆的吗? 是啊,但是以前的人们不知道啊。 后来人们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发明了望远近,还发射了各种卫星,对我们未知的宇宙空间进行探测,才逐渐对我们所生成的宇宙有所了解。 哇,这里可真美啊。 宝贝,你有没有注意听啊? 你知道吗?宇宙空间可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它不可能是绝对静止的,要么是在膨胀,要么是在收缩。 膨胀,收缩,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能讲得再明白一点吗? 关于这个问题嘛,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宇宙就好像是一个正在膨胀的气球,而星系是气球表面上的点,我们就住在这些点上。 宇宙的膨胀,星系在以一定的速度远离,阻止这一过程的力量来自星系之间的引力。 哇,我们原来是在气球上啊。 宝贝,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理论意味着,在前二百亿年到前一百亿年之间,必定在某一时刻,那时宇宙的密度为无穷碳,或是脱离了某次空间,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大爆炸,它极有可能就是宇宙的开端。 啊,气球爆炸就是宇宙的开端? 没那么简单了,我说宝贝,咱们能不能不要再提气球了? 气球不也是你说的吗? 好好好,那咱们进入下一个话题,黑洞。 黑洞? 黑嘴嘴嘴嘴嘴? 不是啦,黑洞是当某个巨大的星球,或者最大的天体,受惊心引力吸引而自行塌缩时形成的。 还有一种猜测是,黑洞是脱离了某个集合空间中的某一元素。 哦,我不是太明白。 这么说吧,黑洞就是引力场很强的一种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脱出来。 等恒星的半径小到一个特定值时,就连垂直表面发射的光都会被捕获了。 到这时,恒星变成了黑洞,说它黑,使它就像宇宙中的无底洞。 任何物质一旦掉进去,似乎就再也不能逃出来了。 啊,那也太可怕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哎,好吧好吧,回家。 哟,宝贝回来了,怎么样啊,对霍军感觉怎么样啊? 很好啊,不过小树签给我讲的东西,我一点也没听懂。 哈哈,小树签给你讲了些什么呀? 它讲的很多,但是我只记得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黑洞。 谁说的,我讲的很好啊,是你听不懂罢了。 哈哈哈哈,宝贝啊,你能记住黑洞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知道吗,黑洞现在在整个学术界是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呢。 是吗,可是我觉得黑洞很可怕,要是掉进去就糟糕了。 宝贝,我哪里是这么跟你讲的呀? 黑洞其实并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它并非是周围一切的浑石。 被吸入黑洞深处的物质的某些信息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被释放出来。 之前呢,是人们把黑洞想得太理想化了,把他的热辐射也想得太理想化了。 我还是不懂。 小说千儿,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黑洞是信息不守恒的,它吸入的物体都会被它所吸收,转换成为自身的能量。 换句话来说,黑洞是一颗死亡了的星体,什么东西都可以掉进去,但任何东西都跑不出来。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黑洞是有温度的,这样它就会释放辐射。 也就是说,黑洞其实并不那么黑,黑洞不断地辐射出X光,伽玛射线等等等等,这就是有名的货金辐射。 你错了,小说千儿,其实黑洞中的物质最后将全部转化为热辐射,而热辐射几乎不带出任何信息,这样形成和落入黑洞的物质的信息将从宇宙中消失。 爸爸,我认为黑洞就像一个巨大的锡盘,吸进所有靠近它的东西。 是的,它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吃掉所有的东西。 小官,你懂什么呀?我说的才是对的,这是霍金的理论。 哎呀,你们不要争了。爸爸,虽然我不懂你们说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霍金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是啊,他确实是一位很伟大的科学家。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当你面临着夭折的可能性,你就会意识到生命是宝贵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我有爱和爱我的亲人朋友,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霍金不仅以他的成就征服了科学界,也以他顽强拼搏的精神征服了全世界。 嗯,他说的太好了。 是啊,不过宝贝,都这么晚了,还不去睡觉啊,啊? 哎呀,我都别忘了,嘿嘿嘿。 爸爸,你说这可能吗?爸爸卖就没事了,这也太神奇了吧,这要是在咱们…… 爸爸卖就没事了,这也太神奇了吧,这要是咱们那个…… 哈哈哈,再来…… 爸爸卖就没事了,这要是在咱们那个时代多好,什么高科技的医疗仪器都有, 没准儿还真能把他给…… 哈哈哈,对不起…… 爸爸,你稍微沉一沉,一次咱们争取就过了,好不好? 好吧,爸爸卖就没事了,这要是在咱们那个时代多好,什么高科技的医疗仪器都有,没准儿还真能把他治疗好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